咱们今天讲一个关于道士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很离奇 也很有趣 前段时间 一位朋友的爷爷去世 我参加了葬礼 葬礼上人不多 除了他们家人外 就是几个知心朋友 有人可能会问 你怎么老是参加葬礼 这个怎么说呢 不是我喜欢称死人的热闹 只是在我看来 葬礼这种事 是最能体现人情世故的 不像喜事 可以不参加 什么结婚过满月 礼数到就可以了 你想啊 家里老人去世 毕竟是一位亲人的离开 一个生命的结束 去吊个宴 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嘛 我见过很多人 因为某些原因 参加不了别人婚礼的人 怎么办呢 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信息 给主家说一声 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说 你爹死了 我实在来不了 不好意思啊 估计这朋友也就到头了 另外 对于葬礼的重视 在很多地方的农村 更是明显 西北好多地方的农村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如果说一个村子里 同时出现红白事 举办红事的这家人 会自觉延迟日子 给死者腾出事件发丧 还有 白事和红事不同 白事基本上 不需要任何形式宣扬 讲究的人家 可能会发一个复告 尽管这样 到时候还是人满为患 各种帮忙的人 甚至比红事还要热闹 所以参加葬礼是一种规矩 一种人情世故的规矩 这次的王者 是我朋友的爷爷 老爷子高龄啊 想年104岁 算是大喜丧 一大家子 几十号人都挺乐的 可待了几天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家从来不守灵 据我了解 按照他们当地的丧葬习俗 长辈去世后 孝子们是要待在灵棚里守灵的 没什么事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 我当时很纳闷 就算是喜丧 乐呵归乐呵 该有的丧葬规矩不能变吧 可老爷子的灵棚 一直都是空荡荡的 孝子们一个个都不见踪影 于是我就逮住朋友 感慨道 看样子 你们家老爷子不受待见啊 他笑了笑 说道 你有所不知啊 不是不受待见 只是老爷子和我们这些晚辈 真没什么感情 就拿我来说吧 我这辈子和他见面的次数 总共不超过五次 这个时候 让我跪在那守灵 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啊 我觉得他的说法不靠谱 按照人情伦理来说 这么一大家子人中 总该有那么一两个人 长时间和老爷子生活在一起 而且感情不错 他见我不相信 说道 你有所不知 我家老爷子可不是一般人啊 他是一个道士 一个真正有修行的道士 他这辈子几乎都是一个人过的 而且过得还很传奇 我来了兴趣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 我们俩坐在林旁里 他对我讲了老爷子的故事 确实很不可思议 他说 我爷爷的父亲是个车把式 专门给别人赶马车的 那时候家里很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 以前听村里已过的老人说 爷爷八岁之前 从来没穿过裤子 一直都是光着屁股跑 每年夏天 全身都晒得黑曲曲的 八岁那年 村里来了两个卖火狼 他们一个挑着扁单 一个摇着波浪鼓 专门卖一些针线香包之类的日用品 边走还边吆喝 吆喝声很别角 带着很重的南方口音 这两个人很奇怪 他们除了卖自己的东西外 还带着很多自制的灶糖 专门散给村里的孩子们吃 这种糖的主要成分是 黄米骨子和蜂蜜 做法也很简单 先将潮湿的骨子封闭起来 等发芽后 把它磨成汁 和煮熟的黄米合在一起 经过三四天的发酵 等尝到甜味时 把它和蜂蜜一起倒进热锅里 熬成半壶状 捏成不同的形状 最后晾干就成了灶糖 那个时候 灶糖可算是稀罕东西 因为普通人家别说是蜂蜜 就算是黄米骨子 也都吃不饱肚子 哪有那么多的鱼粮来做这个东西 孩子能看着有灶糖吃 很开心 就跟在这两个人后面 一路上蹦着跳着 帮他们吆喝 一跟就跟出好几里地 可就在当天傍晚 眼看着天就要黑下来了 村里的其他孩子都回家了 唯独不见爷爷的踪影 家里人开始着急起来 便散出人到处寻找 他们找了很多地方 最后在隔壁村口 一颗歪脖子柳树下 找到了爷爷 可是人虽然找到了 但他当时的状态很诡异 整个人痴痴呆呆的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任凭别人说什么 他都没有反应 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家里人实在没办法 只能把他扛回家 连夜找来村里的郎中 郎中看完之后摇摇头 说自己才输学浅 看不住究竟 最好还是去县里的医院瞧瞧 可当时家里哪有这个条件 于是他们就去找了 村里的其他孩子 想从他们那里 问问白天的情况 接连问了好几家 孩子们都说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的确一起追着那两个人跑 吃了很多灶糖 可是后来 大家都陆陆续续回家了 最后就只剩他一个人了 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也不清楚 就这样 爷爷整天待在家里 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刚开始的时候还能站着 到后来只能坐着 最后坐也坐不住 索性趴着 整个人面黄肌瘦 连吃饭都得家人敲开嘴 将食物塞进嘴里 他才能咽下去 可能是因为贫穷 或者是当时的人本来就愚昧 就爷爷的这种状态 家里人硬是死扛着 直到有一天 村里来了一个画园的和尚 四五十岁 穿着一身土布纳衣 说是从五台山来的 这次主要是为了重修寺院 希望善主们广积厚德 给寺院的师父们 给点斋饭活食 那个年代 和尚画园 真的只是画园 而且画到的 只能是一些粗粮 不像现在 画园的人满大街都是 而且起步价都不低 你要说没现金 他会从怀里掏出二维码 有时候很让人无语 和尚来到爷爷家院子里 毕宫毕竟地拘了一个宫 家里人请他进主屋 稍等 就去了厨房拿米 可等家人端着拌满骨子米 来到主屋时 发现和尚站在抗炎前 阴沉着脸 眼睛死死盯着 趴在炕上的爷爷 就连家人给他 倒骨子的时候 他也只是默默 撑开自己的布口袋 视线从未离开过 炕上的爷爷 片刻之后 和尚问道 孩子这个样子多久了 家人回答道 一个多月了 他上前给爷爷 大了大脉 又翻了翻爷爷的眼球 说道 中邪了 又问道 孩子最近接触过 什么特殊的人吗 家人 把爷爷 跟那两个卖火狼 吃糖的是告诉的 他长谈一声 说道 这两个人不是善类 他们给孩子 下了定身咒 而且这么长时间 不回来处理 这是想要孩子的命 和尚解释道 所谓的定身咒 是道教的一种秘术 一般是配合定身服务 一起使用的 这种咒语很危险 尤其对有灵气的活物来说 短时间内使用 倒也无妨 可一旦时间较长时 活物可被严重适化 进而死亡 听完和尚的话 家人面容失色 握紧和尚的手 说道 这孩子从小就可怜 怪就怪我们做大人的 没啥出息 让孩子跟着遭罪 要不是孩子贪恋 他们的灶堂 也不会这样 还请大师救救孩子吧 和尚点点头 说道 这个我倒是懂一点 只要请来南斗六星 和北斗七星 就可以破解定身咒 你们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按照和尚的吩咐 他们准备了一些法式的应用之物 当天晚上 和尚就在院子里 做礼场法式 法式持续了有三四个小时 和尚跑前跑后 很耐力 结束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了 和尚看了看 依旧趴在炕上的爷爷 说道 让孩子休息两天吧 慢慢就会恢复的 说完 背起自己的布口袋离开了 和尚走后 家人们细心照顾着爷爷 可三四天过去了 爷爷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整个人开始蜷缩 一天比一天缩得厉害 可要说和尚的法式 没有效果也不对 至少爷爷开口说话了 不过他一直只说重复一句话 而且是因为那种毫无感情的语气 那句话就是 灵官咒 灵官法 灵官拾起泰山炸 炸你头 炸你腰 压你血水顺河飘 抬不起头 撑不起腰 气住名香把你烧 千人抬不起 万人拉不起 听得家人们各个毛骨悚然 家里人实在没办法 只能干等着 朋友说 那个年代 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孩子 当时生孩子 并不像现在需要备养什么的 都是计划之外的 你想啊 那个年代晚上也没什么娱乐项目 天一黑只能关灯睡觉 擦枪走火是常事 所以孩子的命真不值钱 尤其女孩子 因为当时紧缺的是劳动力 而小孩子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更多的是负担 所以那时候 死个孩子实在太过正常 整个村子每年死的孩子 一只手都不够数 有在水渠里游泳淹死的 有的怪病病死的 当时家人就抱着最坏的打算 想着爷爷能活不能活 就看他的造化了 大不了来年再生一个 可就在这个时候 家里又来了一个人 那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家人起床 准备乘着天凉下地干活 可刚打开屋门 发现院子中央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面对着主屋站着 微微低着头 看不清楚长相 只觉得阴气逼人 让人不敢靠近 家人轻轻问道 你谁呀 那人没有回答 天刻之后 家人绕到他的正面 这个时候才看清那人的面相 那人穿着一身青色道袍 道袍的白紫上 破了一条长口子 脖子上别着一把扶尘 小腿上的绑腿 绑得很结实 脚上穿着一双补鞋 家人再次问道 你谁呀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时 这人才轻轻抬起头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们家围墙里把该修了 说话间撩了撩到袍上的破口 静止朝着主屋走去 他的速度很快 家人想要上前阻拦 可还没伸手 他就已经进了主屋 站在了抗炎前 他伸出手 捏住爷爷的下额 轻轻往下掰了掰 爷爷的嘴巴顺势张开 他扶下身子 往嘴巴里看了看 然后松开手 咬紧牙关说了三个字 好狠毒 然后站至身子 伸出一只手 取下脖子上的扶尘 用扶尘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画着什么 片刻之后 他将那只画有东西的手掌 按在爷爷的额头上 持续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他才收回手掌 他的这一套操作做完后 一旁的家人晕头转向 别说他刚刚在做什么 就连他是谁 家人都一无所知 于是家人问道 你这是 他回答道 不重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 他种的邪术实在太深 照顾好他 他是一块好胚子 听完他说的话 家人更迷糊了 刚要开口问什么 可又回头一想 这个人看着有点能耐 也不像什么坏人 何不就死马当活马医 于是就把那两个卖火狼 以及和尚做法师的事 给他说了一遍 可谁知那人听完之后 摇摇头 说道 孩子种邪不佳 可他种的邪术 并不是定身咒 而是一种更加少见 更加歹毒的邪术 叫做千金诈 他继续说 定身咒 只是道教的基本咒语 属于入门级的 一般情况下 这种秘术是不会用来主动伤人 反而在受到攻击时用的比较多 属于防御性咒语 而千金诈就不同了 他是一个治人之法 是一个彻途彻尾的攻击性咒语 死伤他之后 被施法的人就会感觉自己 背负着千金以上重量 头也抬不起 腰也伸不直 而且任何外力都没法解除 最后只能被这种压迫活活折磨死 说完这些之后 他抖了抖手里的浮沉 若有所思 片刻后继续说道 我刚才已经解除了孩子身上的千金诈 可他身上还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这股力量很罕见 莫非 说到这里 他没再往下说 而是告诉家人 爷爷很快就会恢复 到时候记得去找他 说完将浮沉插入脖梗 转身走出主屋 就在这时 炕上本来趴着的爷爷 突然尝出一口气 原本僵硬的身体随之瘫软下来 家人见那人的方法起了作用 意识到此人非同寻常 是个高人 连忙追出主屋 喊道 去哪找你 那人头也没回 只是摆了摆手 说了四个大字 云丁倒灌 然后扬长而去 朋友说 自从老到走后 爷爷的身体恢复神速 没几天就可以下抗走动 半个月后 已经恢复如初 可他自那以后多了一个毛病 就是经常会做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平躺着 在他的周围围着一圈人 这些人个个伸长着脖子 死死盯着自己 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不过他们的面相 都是模糊不清的 这些人的穿着很古怪 像是某个古老部落的服装 和之前的卖货郎很像 经过一段时间康复后 爷爷的状态恢复得很不错 于是家人们就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 谁知他听完之后 非常兴奋 一拍屁股就要去找老到 可问题是 老到当初只告诉他们 去云颠道观找他 可大千世界 茫茫人海 云颠道观究竟在哪 他们谁也不知道 没办法 这一件事也就耽搁下来 可爷爷每天都撒泼打滚 又哭又喊 怎么劝都劝不住 家人回头一想 人家救了孩子的命 作为大人 理应去拜访拜访 好好感谢一下 至于能不能找到令说 于是就借来村里的毛驴车 准备了一些干粮 带着不到十岁的爷爷 出门去找云颠道观 他们一边走一边打听 走了近百里路 身上带的干粮都吃完了 可是还没有任何关于云颠道观的线索 如果接下来再不回家 别说人 就连牲口也都得饿死 就在这个时候 奇迹出现了 这一天中午 他们正依偎在车旁休息 睡得正憨实 突然爷爷感觉到 额头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爬动 麻酥酥的 他以为是老鼠或者虫子之类的东西 一个机灵站起来 闭着眼睛连拍带打 他的动静惊醒了旁边的家人 家人睁开眼 只见眼前站着一个人 抬头仔细一看 赶紧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拘离一个宫 说道长好 没错 这个人就是当初那位老道 而刚刚爷爷额头上的东西 就是他的浮沉 家人刚要开口说什么 就被老道拦了下来 他说道 请先随我来吧 他们跟随着老道来到一处山上 在山顶的位置有一座道观 道观不大 被绿树环绕着 像是故意隐藏着 道观的门前是一些长长的台阶 台阶的最上面是大门 门头被枝叶覆盖着 透过枝叶 隐约可以看到一块大扁 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 云颠道观 他们进了道观 老道拿出一幅画 画里画着一个人 老道指着那人问爷爷 哪天给你造堂的人 是不是也穿成这样呢 爷爷仔细端向了一会 点点头说道 没错 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我做梦梦见的那些人 也是穿着这样的衣服 这时候 老道面臣似水 好一会才说道 看来还真是他们 家人健壮 连忙问道 他们是谁 究竟怎么回事 老道摸了摸爷爷的脑袋 回答道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给孩子解咒时说过 他的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这股力量很强大 他正在慢慢吞噬着孩子的灵气 我当时感受了很久 可无论我怎么感受 都无法判断出这股力量的来源 以及它存在的目的 后来我回到道观 想了很久 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那两个卖货狼身上 于是我就按照你当时的描述画了这幅画 我拿着这幅画找了好多人 最后找到一位专门研习巫术的师兄 他看完话后告诉我 说之前他听别人讲过 说很久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个神秘的组织 但是这个组织很邪恶 打着道教门徒的旗号使用各类邪术 手段极其歹毒 至于他们来自哪里 以及使用邪术最终目的是什么 就没人知道了 因为这些人的出现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而且据说 当年和这些人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已经死绝了 而画中这个人的装束和那个组织的装束有几分相似 讲到这里 家人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问道 村里有那么多孩子 他们为什么偏偏就找上了我家孩子 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老道回答道 这个小孩不一般 他的慧根极深是难得的灵体 这或许就是原因吧 至于他们具体想要干什么 目前来看 还不好说 我也只能猜测 不过 既然他们喜欢使用邪术 那我还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打听打听 当天晚上 老道便领着爷爷去离一个叫做老槐树的地方 老槐树具体在什么地方 爷爷并不知道 因为老槐树这个地方 别说他没去过 就连厅也都是头一皂 黑夜中 家人抱着爷爷 跟在老道身后 三人不知走了多久 最终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停了下来 老道指着正前方 喃喃地说道 到了 就是前面 趁着月色 家人环顾四周 这是一块很大的平地 除了有些荒凉 看不出任何一样 但是 很快他又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古怪 因为在他们周围 慢慢飘起了淡淡的瘴气 按理说 瘴气这种东西 只可能出现在山谷山沟中 这些地方空气不流通 很多动植物腐烂后 形成的气体不容易散去 可眼前这么一大块平地 怎么会起瘴气 除非这里有什么东西 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瘴气 他们继续往前走 越走瘴气越重 在瘴气中 他隐喻看到前面有一片槐树林 林中槐树普遍都不大 几乎都只有小孩手腕般粗细 这时 老道停下脚步 说道 当医会进了林子 无论听到什么 或者看到什么 都不要说话 跟着我走就是了 然后他们就紧跟在老道身后 进了林子 槐树林里的路很不好走 坑坑洼洼的 而且槐树个个都是东倒西歪 没有一棵挺直的 并且树干上都是光涂涂的 除了干枯的树枝 没有一片枝叶 家人很疑惑 这个地方名叫老槐树 可眼前全都是一棵棵小树苗 哪有什么老槐树 三人越往前走 家人越觉得诡异 走了大概五六分钟后 爷爷突然左顾右盼 说自己听到孩子的哭声 家人没有理会 但却侧而仔细听了听 然而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一路上 爷爷好几次都低声告诉家人 说林子里有动静 一会说是婴儿的哭声 一会说是乌鸦的叫声 不过家人牢记老道的叮嘱 并没有去理会他 只是紧跟着在老道身后 一直往前走 他们又走了十几分钟 来到林子中的一块空地前 空地用一圈篱笆围着 篱笆很低 破破烂烂的 抬脚就能跨过去 篱笆的中间 有一座形状怪异的阁楼 有点像圆柱体的形状 微微倾斜着 阁楼分为上下两层 有点破旧 整个阁楼都是黑洞洞的 没有一点光亮 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老道跨过篱笆 来到阁楼门前 轻轻敲了敲门 半天没有反应 于是他推了推门 门支牙一声 开了 他们走进阁楼 阁楼里散发着一股霉臭味 像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屋里甚至比外面还要黑 借着月光 隐约可以看到 靠近墙角的位置 有一排木头架子 架子上摆着各种玻璃罐子 老道摸着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什么话也没说 静止走上门口的楼梯 朝着二楼走去 家人也跟了上去 楼梯是用木头做的 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扶手更是摇摇晃晃 像是要随时散架一样 他们来到二楼 依然是漆黑一片 老道往前走了两步 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阁楼里突然传了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她说道 你终究还是来了 家人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在黑暗的角落里 一双残痘大小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她看 盯得她毛骨悚然 再仔细一看 那是一张极其丑陋的脸 满脸皱纹 后来据家人回忆 说很久以后她才得知 这个老太太不是一般人 她是正宗的苗女后人 一辈子都痴迷于古独之作 古术极其高超 在江湖上有一定地位 据说 她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她经常稀释一种灵气 这种灵气来源于槐树 所以她会种植很多槐树 而这些槐树的肥料很特别 多是一些婴儿的尸体 这时 老道将爷爷往自己身旁拉了拉 说道 这个孩子我必须得救 希望你能帮帮忙 老婆婆听完哈哈大笑 说道 没想到啊 堂堂正一派云颠道长 也有求我老婆子的时候 不过 这事呀 不好办了 她继续说道 我也只是给人帮忙 不过当初人家来找我时 没少给我好处 外面的这些小孩树 可是要吃小孩的 要不是他们 早都死翘翘了 现在我要是出尔反尔 那以后这生意可就没法做了 老道说道 以你的能耐 你应该知道这个孩子的重要性 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老婆婆突然有点愤怒 说道 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我老婆子只是一个手艺人 别人找我做生意 我没有拒绝的道理 再说你们那些所谓的大人大义 是你们的事与我合肝 老婆婆此话一出 整个阁楼都安静了 老道也没再说什么 转身就要下楼 这时 老婆婆突然说道 我这老槐树 来过成千上万的人 什么人都有 他们个个都有求于我 有人求我害人 有人求我救人 不过他们 都是一些凡夫俗子 我老婆子从来都没放在眼里 今天你能买老槐树 也是我老婆子的荣幸 我要是不告诉你些什么 改天传出去 大家得说我寡情 不识抬举 于是他告诉老道 说爷爷身上那股奇怪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骨 叫做金蚕骨 所谓的金蚕骨 并不是什么金蚕 而是将蜈蚣 蜥蚁 蛤蟆 毒蛇 修饮五种毒物 放在同一个瓮器中 让他们互相撕咬残杀 等到其他四只 全被毒死后 取出幸存下来的那一只 将它单独养起来 每次放骨时 只需将它的排泄物 或者身上的分泌物 放在被尸骨者的食物中 就可以使人中骨 这种骨能吸人血气 使人在七天内暴毙 不过爷爷身上的这种金蚕骨 和普通的金蚕骨不同 它不是一般的毒物 而是经过多次筛选的毒物 叫做毒金蚕 这种毒金蚕制作极其麻烦 首先像制作普通金蚕骨一样 制作出五个金蚕 而且这五个金蚕必须是不同的毒物 这个环节很不容易 需要进行无数次 因为谁也不能保证 五祖翁中最后活下来的是 不同毒物 五个毒物筛选出来后 在五月初五这一天 再次将它们一起放进翁中 让它们残杀 最后剩下的这只 就叫做毒金蚕 这个环节可以一直延续 轮次越高 金蚕毒性越大 放出去的骨也更厉害 而爷爷身上的骨 是经过七轮筛血的金蚕骨 这种骨是无形的 可以吸食人的灵气 并将吸食的灵气 转移到母体上 讲到这里 老婆婆叹了一口气 说道 那只骨是我老婆子半辈子的心血 给那些人实在是太可惜了 心痛啊 老道似乎明白了什么 说道 看来我猜得没错 他们是想要得到这孩子身上的灵气 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要这灵气做什么 老婆婆摇头 说道 说不得 说不得呀 他又说 这个孩子呢 老婆子我看着着实眼缠 可我销售不起 也不敢多想 你们之间的事我也管不了 不过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 适可而止吧 哪些人真的不好惹 还有 你有你的能耐 但是不要试图去解除这个骨 都是徒劳 这个骨除了我老婆子 没人能解开 否则我也不配待在老槐树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说完 闭上了那双蚕豆眼 老道转身 领着爷爷走出阁楼 沿着槐树林走去 可是他越走越慢 最后索性在快要出林子的地方停了下来 思考了片刻 然后又转身 朝着阁楼走去 他们再次回到阁楼 老婆婆健壮哈哈大笑 说道 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 老道说道 既然你是生意人 那我们就做一笔交易 我留下给你种树 你解除孩子身上的鼓毒 老婆子听完 大吃一惊 说道 好啊 只要你愿意 老道整理了一下全身的衣物 又摸了摸爷爷的头 独自朝着阁楼外走去 老道走后 老婆子招招手 示意爷爷过去 然后从怀里 不知掏出什么东西 塞进爷爷的嘴里 爷爷顿时趴在地上呕吐不断 过了好一会 他伸手扶起爷爷 左右摆弄了两下爷爷的脑袋 感慨道果真是好佩子啊 然后摆了摆手 示意家人带爷爷走 家人带着爷爷走出阁楼 他们站在阁楼前 爷爷突然大声喊道 老道 这是爷爷第一次喊老道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时他们发现 眼前的这个阁楼 似乎是镶嵌在半截老树根里 他们摸索着往回走 一路上他们发现 原本干枯的枝干上 这时候开始发芽 长出了几片翠绿的嫩叶